大家好,我是小杨,没想到,中国仅仅只是公布了2023年版标准地图,就让周边几个国家有了应激反应,显示印度提出强烈抗议,结果中方的回应就只有一句别过度解读。 如今菲律宾、马来西亚也相继表示了不满,相关报道指出,马来西亚外交部发布了相关声明,称拒绝接受中国的新版地图,也不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 马来西亚认为,中方如今发布的标准地图,涵盖了马来西亚的海域,而菲律宾也不出意料地对中国的这份地图表示了不满,甚至扬言要因此对采取行动。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指出,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收到消息,中国已经把九段线延长到了十段线,对此菲律宾必须要做出反应,也一定要反应。 马克思还表示,菲律宾不会放弃在这片激烈争议海域及南海的领土主张也将继续坚持对南海、非城西、菲律宾海的所有权,而菲律宾负责东盟事务的外交助理国务卿埃斯皮里图也表示,马克思会推动东南亚国家联盟。 就该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同时还将推出菲律宾2023年的标准地图,不得不说,菲律宾这次是真的破防了,不仅气势汹汹地宣布要对中国做出反应,还要和周边的国家,或许就是马来西亚等同样对中国标准地图心有不满的国家,一起发表声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联合声明的内容。 大概率也会围绕对中国新版地图的反对展开,而非方要推出自己的标准地图,同样也是对中国表示不满的方式之一。 不过,菲律宾的这些行为,只能说似乎都是小打小闹,不管马克思的发言如何强硬,其实都无法改变中国在南海相关地区的主权没有任何争议的事实。 不管是九段线,或者是马克思所说的十段线,甚至是十二段线,可以说中方对领土、领海主权的主张,都是不容任何人质疑的。 如今发布标准地图,一方面是在强调中国的领土主权一事,同时也是在提醒那些对中国领土有觊觎之心的国家。 再回到如今菲律宾的表态,马克思信誓旦旦地说要采取行动,但并未公布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更没有说明何时采取行动。 这似乎就因暴露了菲律宾自身的实力,根本无法支撑其自身的野心。 不过,这种事情放在菲律宾身上也格外的和谐。 毕竟此前电影八笔上映时,菲律宾就因为该电影中显示了九段线的地图,让菲律宾破了大方。 菲律宾的议员当即就表示,应该禁止该电影公开播放,因为其违背了菲律宾的主权。 如今,菲律宾再次因为中方公布的标准地图而反应激烈,其实也不奇怪,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说的做出反应,从当前的中飞关系,以及前段时间菲律船只违法进入中国领海的下场来看,菲律宾到底能够做出什么反应? 总结菲律宾在南海的种种行动,除了向人爱交的那艘破船运送违禁物资,以及派遣船只在中国领海附近挑衅,或是与美勾连,依附美国强调所谓的菲律宾南海主权外,菲律宾还有什么手段? 要说采取措施,那显然中国才是更有底气,理由与能力的一方,最有效的一个方法,或许就是拦截菲律宾的运步船,把那艘破船拖走,退一万步讲,出于某些人道主义,不以菲律宾坐贪见为切入点菲律宾的那些闹腾,也无法对中国的南海主权产生任何的动摇,有美国的支持也好, 还是菲律宾自己某种莫名的底气也罢,菲律宾都要清楚,菲律宾没有任何理由,来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叫板,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相信菲律宾记得很清楚,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完整的决心,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如果菲律宾真的有主权意识,那就应该赶紧把座谈舰移走, 而不是对中国提种种无理的要求,最后,不得不感叹,有一句话说的真没错,在国际交往中,实力永远是维护正义的基础,正是因为我国的军事实力发展到了无人能轻易挑衅的水平,面对菲律宾等国家的挑衅,才能有绝对的信心。 感谢观看